一到以前 我们叫做哈姆尼克 去旧房 或者是说 这边有吃坏肚子 怎么样 哈姆尼克 哈姆尼克 自己要帮忙子比较难 那就是要给人帮忙子 那 我之前讲过 我们在一个空中场 那个 政府就在推广哈姆尼克 然后我们就在笑 这个不知道哪个政府 你要推广这种东西 对 你要有效 那一到 这个 我当初我一直不相信 他说 哎 老师 你不要相信 不相信 我之前就是那个 一个医师跟我讲 他 他的一楼出来 一到了以后 他就这样一弄 然后跑到二楼 他用这个方式 哎 下来就好 那 我们也 几个学员 他自己测试 都根本 回报都很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这个要传承 怎么传承 你尽量找一个 有点圆圆的 的东西 都可以 如果胭脂皮没有油 也可以 尖尖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的费经 有个警却 叫绍伤 那绍伤 我们是在管喉嚨 你一弄喉嚨 就整个都松掉 都松掉 好 那之前 这个 他老板的案例 好 那所以我今天一天 笑话来 他本来要到 别人的地方 就要上课 你就上课的话 老师讲的话 人家别有人 要相信 对不对 最好 他来了 做个见证 这太重要了 那他老板呢 就是吃到骨头 吃到鱼翅 然后他 帮他弄 弄完以后呢 突然鱼翅不见了 他更紧张 哎呀 就跑到这个 台湾医院了 这检查中 鱼翅跑到哪边去了 很多都这样 突然不见了 我也说不出来 很多人这样 跟我报告 都是这样 突然不见了 那当然 这边已经没有了 那我觉得说 这个可以 可以 做个传承 那相对的 像小孩子 吃个 这个 什么 团果 什么东西 以后 A到你能怎么办 小孩子啊 眼睛 就看着他 脸变变 就灼掉了 你到医院 来不及了 真的是来不及了 真的是来不及了 好 那A到把这个东西出来 对不对 很多人都要 拍过来拍打 好 我跟你讲 拍打是很危险 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你在紧急的时候拍打 那个力道 搞不好 这边就已经 整个就脆掉了 室友 我看过好几个 帮人家做那个 那个 那个 CPR 急救的时候 热武把它弄断 三只 太紧张了 哇 这个力道 这个是很下 那怎么做呢 这个老祖先啊 讲个话 我真的 除非我学过小李飞刀 那么准确 他弄这样 当你弄到的时候 一根针 就这样过去 就这样插过去 对不对 就这样插过去 插过去他会 他马上你的黄红就 松开 那个东西就 就不见了 不知道是飞掉了 是进去了 我搞不清楚 那我认为 他只是个形容词 说急急的这样刺下去 我是比他倾向说 比如说 我们是用这个 指甲的这个地方 指甲的最下环 大概0.1寸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看 看得到吗 指甲边边啊 对不对 我比较倾向是 是这样的啦 要吃要吃到位啦 还有一个男的 来一个来试试看 我来试他一下 哎呀 你代表何会长耶 你不要叫 你叫我 叫我吧 我比他形象这样 笑的 没关系 看得到 你一击 大家看不到啦 对不对 我对准这个点 对准这个点 我抓准了以后 我这样刺下去 你懂得吗 我对准了他 我再刺下去 而不是上面讲的时候 就这样吃下去 这怎么会准嘛 对准了 再刺下去 他喉咙都干了 就整个就跳掉了 插到肉里面吗 不会做啦 就是那个痛嘛 那个痛感就会 就会让他整个喉咙 就开了 懂吗 等一下我给大家擦一下 擦一下 左右手都可以 左右手都可以 你应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让他不动 我们做个局嘛 然后这样压下去嘛 对不对 而不是这样 这样怎么会准 对不对 那看你这个就怕死了 一定是客户了他 然后再吃力 好不好 懂吗 现在问题是 两边都要吗 一边有效 一边就有效了 他没有用力 要不要用力 要用力就不好意思了 要不要用力 要不要用力 要用力啦 这是我对他没用力 因为总共能把它担作 这个位置大家知道吗 来 有不知道了 坐在那边 我可以过去 几个头 好 好 来 给这个手 给 cette一下 哦 就是 可以看 没弄里 没弄里来做啊 fiberMore OK 感谢观看